Catch Catch Yes Good OK 這個動作是不夠快的 因為我後來回想起 我昨天我捉支巴捉得很緊 哦 你有沒有用Hook Group? 我昨天沒有 為什麼?一定要用Hook Group 因為才能放得到 因為你Hook Group 為什麼要用Hook Group? 我告訴你 為什麼要用Hook Group? Hook Group是因為 你捉了支支巴 你就可以放鬆的方向 如果你這樣捉住支巴 你一定是緊的 那個方向 所以做Clean也好 Snap也好 Hook Group是很緊要的 很緊要 放鬆它 我之前沒有用Hook Group 我就是上次做Snap 才開始慢慢做 是啊 現在要開始 所以我們看到 我的手指全部都紮了 黏膠布 是啊 一定要的 我們這期才慢慢開始 開始損手 是啊 一定要的 一定要的 我買了很多KT Tape 好 像Dellif一樣 I'm on chin OK? I'm on chin Lat tight 緊的 預備 慢上 I'm on go Catch Punch J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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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技巧很硬 Kid Punch Punch 剛剛在頭上 後面 Punch 整個呢 這個 你轉身 你轉到這裡 整個Snap 對著鏡頭 整個這樣 撐上去 整個Trap 推上去 接著那個Bicep 順量碰著耳朵 轉向前面 對 這樣很帥 整個Snap 推上去 Lock out 收緊條腰 這樣 是啊 推 Lock 推上去 又那麼高 推那麼高 轉個Bicep去前面 That's it 對 就是這樣 對 轉 所以你看到我每一次做Workout 或者每一個Lift 我都提自己 這個 蹲下頭 看我蹲下頭 這裡 推 所以我的眼睛不是看這裡 我看地下 因為這樣 蹲下頭 這樣 推 頂著天花板 好 再來 最後一個 之後做Clean Lat tight Tunch 差一點 再來 手沒有Punch 右手 右手 軟了 推上去 Punch 對 Punch 不是 手太緊了 放鬆 放鬆 放鬆才Punch到 等於Bocser 不會這樣 不會這樣打機 不會這樣Poxy 一定 砰砰 快的 快的 好 再來 快的 快的 OK Tress up Punch NICE OK 好很多 好過以前 那些 那些 或者 那些 好過那些 不要那些 不要那些 OK 再一次 最後一次 做得好 最後一刻 好 Edan 那你加入了 Online Coaching多久 我加入了 Online Coaching 差不多 年半 年半少一些 這一年多一些 OK 為什麼你會參加 很快的 無論 因為其實一開始 我自己都做了三四年 但是 一直都沒有太 即是說 很明顯的進步 嗯 所以就覺得很 需要找些突破 OK 那你覺得Kennif 有什麼幫到你呢 在Coaching上面 我覺得Kennif Coach Kennif 最好的地方 其實 他除了是 只是給你安排 即是計劃你之外 即是他每一天 他的要求很 很嚴謹 他對那些細緻的要求 即是他雖然說 只是給你一個計劃 但是他會要求你每一個動作 都做好他 即是 我覺得 不是很關我 即是那個動作事 其實是你做主的態度 他給我那個 最大的得著是 Yes Punch OK OK 差一點點 下夠差一點點 雙手都是曲了一點點的 那為什麼有時候 我們會 下夠不到 為什麼下夠不到 不一定是不夠力的 或者 反過來 下夠低一點點 會不會好一點呢 即有時候 Power Snatch 這裡其實都是Power Snatch 你不要忘記 這裡也是Power Snatch 那是不是要下低一點呢 如果Wage越重的話 或者我自己這個下 不夠Drive 向上Drive 我就下低一點 就不要經常都在這裡摺 如果真的不夠 Punch不夠 你知道自己拿Drive 不夠 下低一點去摺 這個也是Power Snatch 所以 多放一些空位 在上面 Punch 那支Ball向上 否則你不夠位 可以嗎 OK 我做Snatch 那時候 那個Power Position 是不是會越近 你的Heap 這個位置會越好 多數Snatch 就會在這裡 剛剛好 這個位置 是最好的 因為伸直的手 大概是這個位置 OK 一Contact就上了 那為什麼要Contact呢 因為如果 不Contact的話 支Ball就離開了中線 記住 永遠Contact 其實是拆過來的 然後上來就下 OK 這是最好的 Clean的話 就會是 這裡 這個位 以及Mid-Fly 任何一點 我覺得都可以的 譬如我自己呢 伸直的手 我已經去到這裡了 我的手比較長 所以我一定是大概在這個位置 好像Dead Lift 這個位置 我很難去到這個位置 沒有可能 除非我曲手 就是這樣 所以Contact Contact 很重要 謝謝 我覺得 對 好像Dead Lift 往前 預備 肩膀 預備 Nice 肩膀 對 不要動 對 對 對 站穩 站穩 記住 站穩 OK 如果 Clean的話 有一點點這樣 Dead Lift 可以這樣 Clean可以這樣 OK 可以這樣 一點點外面 好 預備 放鬆一放 High Contact 前面 Dead Lift 速度 好 Dead Lif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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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這樣 所以年輕人 特別是這樣的 好心急 OK Dead Lift 預備 Dead Li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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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次 漂亮 這個漂亮 不行 這個不行 再一次 這個 垂直 對 深呼吸 集中 很穩定的 穩定 Dead Lift 完成 好 Pull Up 你跟我那麼久 Pull Up 有什麼要 重點是什麼 最重要是你要 要抗壓你的 Scapular 不是 Depress Depressed Depressed shoulder Depressed shoulder Retreat Retreat 然後上去的時候 Fully control 你的腿 Yes OK 預備 Chin over the bar 1 All the way down 深呼吸上 2 伸直小隻手 再來 3 All the way up Yup 完全直 再來 4 Chin over the bar 再來 Come on Come on 不要挫 一氣 一口氣做完 上上上 Woof Chin close to the bar That's it 完成 那你會看到Edan的背 是比較弱 相對地是弱一點 所以我叫他第二 set 四下是不需要加的了 保持著同一個重量 可以做的了 Chin Chin 拉直彎 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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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求Edan 他基本上是每一下都要Full range OK 三下現在到 Chin over the bar 預備 蹺腳 預備 上 1 Chin 放下爬上去 2 Chin over the bar 踩上去 再來 最後一段 預備 呼吸上 上 OK 這個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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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時候我們的標準是做Pull up 或者Chin up 如果你第二下已經很困難的話 最後那一下不用做了 或者你第三下 基本上 1 2 3 4 3 都不能上去的話 停 因為那一下已經沒有用了 因為我們主要的節奏 應該是 1 就上去 不是 1 2 3 4 5 6 才上去 預備 深呼吸 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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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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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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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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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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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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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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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出去,是啦,hold住,少少个人 lean forward,是啦,曲小小的脚,engage your leg,是啦,很英俊现在,打开去,这叫front relax pose,engage your leg,再一个,再一个,再一个,好像我这样做,在这里,好像我这样,握住拳头,看着我,预备,少少个人 arch back, lean forward 少少,预备, 打开去这里,不要想脚,想这个,哎,松了,OK,松了,好容易松了,不好,一打开就打开,即是等于呢,三个型,撑起手去,就不要想起立,不要想起立,想起立,撑起它,这里三个型,是啦,是不是很漂亮啊,很漂亮啊,預備,go,三,慢下,慢下,yeah, 再来,再来,2,上,yeah,来多一个,来多一个,漂亮的,上,慢下,OK啊,还可以,有啊,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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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yes,nice,搞定,好了,最好这个 什么时候会远的,他会告诉你,譬如,我hold不到,在顶,在顶,他的end range hold不到,或者,他ecentral hold不到,或者我已经,哎呀,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OK,stop,所以有时,12,15,或者,10至12,不知道的,OK,所以,他告诉你,或者他的 muscle 告诉你, 那如果,那如果,我会不会每一set都去到这个位置,知道,每一set都去到这个位置,我觉得,每一set都去到这个位置,我觉得要去到RP10,这个就是RP10了,RP10,甚至,因为这个机器来的,机器就可以去尽一点,你说Squad deadlift band fast,就不要去到RP10,离开一点点,但是这些机器呢,fail了,it's okay,对吧,OK,还有,没有太重,还有,他的受伤机会是很低很低的, 因为他已经抵抗了他,Defen,现在你多少岁,还有,你在读什么?我今年,刚刚22岁,哎呀,我现在在UBC,E3,读中,psychology,心理学,哇哦,拎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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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拎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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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哇,Gamu是每一個學生都做專業 是每一個人都會對自己的身體有一定的理解 是很誇張他的文化 OK,每一科都是,整個校園都是 我們可以說是我們學校附近的健康是不夠用的 超級溫暖,超級溫暖 哇,很棒,很棒 Yes,骨頭先走,Depression Depression Yes, yes, engage Here, sit, yes 不要開始,不要這樣,不要那麼早 Go,Yes Yes Yes 再來 Good,可以來一個,再一次 Trass up OK 9,慢慢下,慢慢下 That's it,慢慢上 我的手是這樣的,我不做全身 我會一開始,Drop肩膀來 見不到嗎?我Eleasal,基本上是沒有拉過去的 我是Depress肩膀先的 它的intention Depress,帶它進來 肩膀一路Depress,Engage Lads 因為肩膀不Depress,感覺不到Lads Hold住,Engage 然後慢慢KeepEssential 當我做Essential的時候,不要讓肩膀那麼快升上去 OK Drop 肩膀一路垂低 不要讓肩膀上去,不要讓肩膀上去 只是肩膀上去,只是肩膀上去 慢慢上去,然後才Reach 好嗎?先控制好 給肩膀上去,肩膀上去,然後沉肩膀上去 到最後,肩膀上去 來到這裡的亞洲籍的學生 他們喜不喜歡做Dream 我覺得有一個很令我驚訝的是 來到這裡,幾乎每一個我認識的亞洲學生 他們都一定會接觸去做Dream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來到這裡 可能大家真的沒什麼做 或者是大家真的接觸多了文化 就是每一個人都會做Dream 很厲害的,這裡的人 Stretch Yeah man,Stretch 對啦 Stretch,Stretch,Stretch 對啦 Yep,That's it Stretch OK,OK 拉過來 帶過來,不要說拉 肩膀先走 帶過來 Engage your legs 兩次 One Two Keep your legs contraction One Two Engage your legs Fire Wa T 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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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重了 太重了 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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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夾住 一 再來兩個 不要死力 二 再來 一 打開你的肩 再來一個 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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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再來 再來 來吧 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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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五個回合 準備 一樣的節奏 預備 按下來 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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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肩膀 打開 肩膀 打開 沒有了 想到結尾 剛才的姿勢 打開 拉開 這樣打開 拉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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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 空是停氣的 空不停氣 就玩完了 你試試按我的手 給一點力 給一點力 就是這樣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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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記住永遠都想著 結尾 想著結尾 就可以了 OK 如果我們做訓練的時候 沒有了 有時候 你問我 為什麼沒有了 因為身體沒有了 兩樣東西 沒有了糖分 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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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做訓練的時候 不可以只喝EAA 不可以喝Essential Amino Acid 還要加一些carbs 或者再加多些 gatherate 或者procarry 也好 有些糖分 你這個人就會膨脹 我們叫做intracarbs 就是這樣 OK 所以 一路訓練 因為supposed for bodybuilding 或者hypertrophy program 應該是越訓練 就越膨脹 就不會是越訓練 越小 如果覺得越訓練越小 的話 身體不夠糖 所以 中間 during training的時候 尤其是game phase 都好 加少少carbs 是會比較好些 和大家分享一下 你這陣子的diet 是怎樣 就知道早上 因為我們要上學 那麼schedule 每天都不同 那麼 多數你吃幾個calories macros 是怎樣 如果要講calories的話 最簡單 我差不多會是2000上下 不會超過2400 如果我那天超過了2400 我可能今天吃多了少少 上3000 那我第二天早上就會fast 就是可能會做一個十六八的 別人的叫做intermittent fasting 是 如果是正常的話 我就正常吃 那麼早上起來之後 然後就 吃那些日常食物 然後就 可能喝兩杯 然後就上學 直到放學 可能 做完健身 三四點回來才會吃我的一餐 嗯 但是 這個一定是不好的 不是最理想 不是最理想 OK 但是你回家是有food prep的 自己煮東西吃的 我是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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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 Costco的雞 嗯 就是買燒雞 或者是 Safel的雞 嗯 那種雞 然後就飯 嗯 然後菜我通常就是生人花炒一炒 好 學校有沒有餐廳有什麼可以選擇呢 學校的餐廳它有選擇 但是真的太貴了 嗯 還有它 它吃那些東西 就是 好老實講大家都知道 那些 是 外國人餐單 然後 就是 其實 我會寧願不吃 就是 因為它十幾元 它就只有那些沙律給你選 明白 明白 那你有沒有帶飯回學 我之前有嘗試過帶學校太大 嗯 如果我要去 由Point A去到Point B 我可能要來回十幾分鐘 嗯 那我 在一個時間上面 不允許我這樣做 可以 明白明白 還有沒有 我想在餐廳你找到微波路 但是你都沒有空 沒有空 是 真的沒有空 寧願放了學才吃 OK 可以 我覺得 我自己又覺得沒什麼太大問題 最重要是配合到你的生活 日常生活 還有你知道你自己 Hit到二千四 那就可以了 我不管你什麼時間吃都可以 還有你的Performance 又Perform得到的話 I think it's good OK 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人人真的是不同 有些人可能回通宵 又有另一件事 是不是 那譬如你回學又有另一件事 那希望就是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圍繞你訓練的時候 那些飲食是最重要的 譬如 你有沒有預備吃夠東西 譬如做訓練之前兩個小時 你有沒有吃夠 蛋白和脂肪去做訓練 或者做完訓練之後 有沒有即刻去吃一些蛋白和脂肪 這件事是最重要的 譬如你說 吃多少脂肪去做訓練 就看回你自己 本身 譬如你個人的 煙酸 敏感度很高的話 你可以吃多些少脂肪 但如果你說不一般的 就像我那樣 吃太多脂肪 譬如吃一碟飯去做訓練 死定 OK 接著我寧願 吃少少 很少的脂肪 OK before訓練 接著做完訓練之後 吃完碟飯吃完 都沒有問題 就是這樣 那要看自己的狀態是怎樣 有時候 因為吃太多脂肪 你可能裡面消化不到 或者吃完之後 哇 Squad完全都搞不定 是 這樣就不要做 對 對 說好像Squad 吃完東西的Squad 是真的搞不定 會真的 迎著迎著想吐 是啊 但是如果兇肚做Squad 的話 又會沒有東西吐 所以其實我 真的要找一個平衡點 我自己建議 在我早前訓練的時候 我就一定 我一起來 什麼都不管 我一定要喝 35克 Potent Shake 一定要喝 OK 起碼我有了Potent 先 因為第一元就是Potent 跟著做春天 跟著去做Gym 當我沒有吃早餐 什麼什麼的 那就是Curating 加EAA 跟著就搞定了 整個Session 尤其是Early 尤其是六點七點的時間 就可以這樣做 但如果你說春天十點 你可能 喂 吃一個Bagel Cups 其實應該都幾好 我覺得Bagel 我喜歡Bagel and Cream Cream cheese加Bagel 對我來說 是幾好 再加我的Pre-Workout supplement 那是最好 不同時段 有不同的方法 譬如 你這樣 我當你三四點才放學 去做Gym 如果你空肚這樣做 出來的Performance 一定是不好 所以 你離開學校之前 一定有個Shake 老死都做個Shake 然後才去做Gym 你就有力了 所以一定要Prepare 不Prepare 足夠的話 你去做Gym的Performance 一定會死 Mentorship對你有什麼得著呢 我覺得 Online Coaching Mentorship 這一年半 它 除了拋開訓練 那些不說 我最大的得著是 我對於自己 那些信心 大了很多 不會經常去懷疑自己做的事情 究竟是對不對的 嗯 所以 所以很大的程度上 一定是Coaching 上面幫助了 去 加了一個很好的方向 之後 Stick to the right path 然後一路向前去 是 因為以前 我經常都會在那裡 質疑自己的決定 嗯 但我覺得這樣 真的做不到任何事情 如果想改變自己的想法的話 嗯 因為我最怕就是 有些人 這個月就想著 下個月就想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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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跳高一點 增加爆發力 就是 完全的目標是很短的 好像 想到什麼就做什麼 這樣就不行的 最重要是一個 在一個 Metso Cycle裡面 可能是 兩個月三個月 十二個禮拜才算 定一個目標 很清晰的 我要做這件事 好, 譬如我要爆炸力 之前我說過 十二個禮拜可以增加多少 十二個禮拜之後 再做一個評估 再想下一個目標 我覺得目標是很重要的 沒有目標都不知道要去哪裡 對不對? 就好像說我開車了 去哪裡? 一回家都知道要回家 你說去UBC就去UBC 對吧? 就是這樣 另一件事是 真的不要懷疑自己 基本上, 記住 我們很清楚目標 就不會有懷疑 還有你要Stay Focused 因為很多人呢 做一下, 穿穿一下 你就會迷失方向 好像 又是做夢什麼 即日一定會的 不過我 我就很清晰的 我自己就很清晰 因為我知道我 明年要做舉重比賽 我知道我要自己 Snatch 120 Keylin追要140 才算 一定要Achieve到這個目標 這個是我目標 然後明年 就要做WNBF的比賽 那好像你這樣 你不是運動員 那為什麼要設這麼多目標 但是其實不是的 你除了讀書之外 你還有很多東西 可以去追求 更加好的 我覺得會是 即是你自己才知道 你自己才知道 究竟我想要做些什麼 譬如我想做一個 更fit的人 更 lean的人 或者 我要Achieve到 某一個 numbers 這樣 還有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 不用怕爬錯誤 因為每個人都會有錯 還有我們做training 不需要去做到最完美 接近完美就可以了 即使世界冠軍也好 都會有錯誤 所以我們不斷地改善 還有知道我們自己 永遠都有進步空間 因為我們都是人 人就是在錯誤中去學習 錯誤中去成長 所以 對的了 我們兩個都是 不斷地做錯 做錯 不斷地改進 然後成長 就是這樣 殺不死你的 只會令你更強 是的 好 謝謝 感謝 一年的教導 還有未來不知道多少年的教導 好 繼續努力 多謝